弟兄姊妹平安 这是我第一次在祷告会中和大家分享 信息虽然不长 但希望对弟兄姊妹在祷告上会有一些帮助 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是祷告的心 祷告中所遇见的困难与阻挠 今天的信息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主题 首先 我们的祷告究竟会遇到哪些困难和阻挠呢 而我们为什么会遇到这些困难和阻挠呢 最后我们会思想我们怎样能够胜过这些困难和阻挠 使我们的祷告不仅可以更加深入 还能够借着祷告经历神的同在 并且使我们的祷告被神所使用 然而我们今天不是要回答所有这些问题 也不是要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而只是让我们以后可以一起思考分享和祷告 使我们的祷告可以更加的深入 对我们信徒来讲 祷告有很自然的一面 那就是我们的心渴望与神相交 有人把祷告比作我们的属灵呼吸 我们信主后很自然的就会开始祷告 圣灵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我们的心渴望在祷告中与神相交 就像诗篇42篇第一节第二节和第八节所说的 神啊 我的心切慕你 如露切慕溪水 我的心可想神 就是永生神 白昼 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 黑夜 我要歌颂祷告 赐我生命的神 但是祷告也是需要我们特别努力的 需要我们全身心的投入 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以后会渐渐发现 我们的祷告其实并不像我们的呼吸那么自然 我们的呼吸是无时不刻的 不需要我们特别记住去呼吸 但是我们的祷告却时常需要我们特别的专注 即使在我们信主十几年 甚至二十多年以后 祷告还是需要我们全身心的投入和努力 就像保罗在以夫所书六章十八节所说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也为我祈求 使我得着口才 能以放胆 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有的时候我们的确可以在神面前尽情地清新吐义 但也有很多时候我们却难以进入祷告的状态 所以耶稣的门徒也意识到 祷告不是一件容易学的功课 当时耶稣差派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 制服一切的鬼 医治各样的病 又猜浅他们去传神国的道 医治病人 路加福音十章十七节记载 那七十个门徒欢欢喜喜地回来 说 主啊 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但到了路加福音十一章的第一节 有个门徒看到耶稣祷告 他就对耶稣说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门徒们在施行能力权柄 传福音赶鬼 医病后 这开始意识到祷告是一件更加不容易的事 所以恳求主特别地教导他们如何祷告 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上十字架前 最后的预备是在克西玛尼园的恳切祷告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六节这样记载 耶稣跪下祷告说 父啊 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测去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 耶稣极其伤痛 祷告更加恳切 汉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 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 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 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睡觉呢 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现在我们要再回来思想这几个问题 我们的祷告究竟会遇到哪些困难和阻扰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难和阻扰呢 我们要怎样胜过这些困难和阻扰 使我们的祷告可以更加深入 不仅借着祷告更加经历神的同在 更是让我们的祷告可以被神大大使用呢 宣导会的创办人 宣信牧师AB Simpson 有一首诗歌叫做Himself 他自己 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讲的 前我忙于打算 经专心祈求 英文是Once it was busy planning Now it is trustful prayer 宣信牧师在这首诗歌中分享了他的属灵经历 同时也告诉我们祷告的困难之一 就是我们容易被看得见的事物分心 看得见的事工分心 而削弱了我们对神的信靠 对神的专注 以及在神面前的祷告 所以后来在他的事工中 他就更多的在神的面前专心祈求 这也告诉我们另一个祷告的困难与主饶 我们任何在祷告的时候 其实都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而是与空中属灵的恶魔征战 以不所述第六章第十二节是这样说的 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以及空中属灵的恶魔征战 我们的祷告越是重要 撒旦黑暗的权势就越要主饶 我们祷告所遇到的最大主饶 其实不是来自于一个看得见的物质世界 而是来自于一个看不见的属灵世界 而现在教会面临最大的一个威胁 就是想要倚靠血气的力量来完成属灵的征战 然而主的工作必须倚靠祷告和圣灵的能力 有关这一点我们以后会再深入的探讨 最后我们讲一讲用神的话语祷告 Robert Murray Machine是一位苏格兰的牧师 虽然很年轻就过世了 但是他留下很多很宝贵的信息 以下是他写给一个年轻人的信 是关于读经和祷告的建议 他写 如果你正在读创世纪 也读一篇诗篇 如果你正在读马太福音 也读一点新约书信 把圣经的经文变成你的祷告 如果你读到诗篇第一篇 读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你就可以把圣经摊开放在椅子上 然后你跪下来祷告 说主啊给我这人的福分 让我不要宠恶人的计谋 这是明白圣经的意思 和学习祷告最好的方法了 希望这会是一个奇妙的旅程 在这旅程中 神预备培养我们祷告的心 神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 求主大大使用我们的祷告 来做我们人手无法做的功 使神在教会中 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 这就结束了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 最后我们用诗篇43篇 第三节到第五节来结束我的分享 神啊 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 好引导我 带我到你的圣山 到你的居所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啊我的神 我要谈情称赞你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因汪养荡神 因我还要称赞他 他是我脸上的光荣 是我的神 好最后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父神 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 引导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在祷告会当中 能够在你的殿中询问 求你赐给我们内心的平安 保守我们平日和日常生活 保守我们身体的健康 让我们能够抬头仰望你 让我们能够称赞你 因为你是我们脸上的光荣 你是我们的神 求主祝福 晚上我们的祷告会 我们将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